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从理论上讲 最适合身处宇宙各处的人们 一起联机打游戏了 原来还有这样的区别 丫阿姨你不知道 对真正的游戏高手来说 就算是一毫秒的延迟 也会影响专业的操作 这句话由Bronia来讲 可能还有一些说服力 我的游戏技术可是一直都在进步呀 上次Bronia送给我她新制作的游戏 我很轻松就通关了 Bronia也在我的建议下 重新设计了一些环节 看来就算是Bronia那样聪明的人 也有听我参谋的一天呢 听取反馈是研发的重要一环 仅此而已 那也是我的建议非常有用 你呀 雅阿姨你又笑我 明明没说错嘛 没什么 只是觉得我们三个 好像又回到了在圣佛雷雅的那段时光 这么说也没错 我现在不仅要上课写作业 还要被牙医监督不能吃泡面 你伤的作业 那可比圣佛雷雅的要难多了 结果上次我和Bronia去看你 发现你为了省出打游戏的时间 就变本加厉地偷吃泡面 都怪Bronia没有告诉我 你们会提前来 因为牙医想给你一点惊喜 谁会想到一进去就看到满洲的泡面盒子 还有一个慌乱的笨蛋 放心吧 牙医你上次来做的小点心可好吃了 我怎么会继续吃泡面呢 牙医当然放心了 毕竟她已经拿到了克莱因的把柄 叫她不许再向你倒卖垃圾食品 牙医你怎么能这样 谁让Pianna在吃这一方面 总有办法呢 好吧好吧 不过作为补偿 牙医你要经常来给我做点心吃 还要跟我和Bronia一起打游戏 点心的事情当然没问题了 至于游戏 上次跟你们一起玩的合作类游戏 感觉还不错 扮演互相捣乱的小动物 确实有点意思 那我们就从这款游戏开始 我们两个一队 保证用默契的配合 让Bronia输得心服口服 如果是在聚会的时候玩 希儿也一定会感兴趣 到时候 Tiana可不要提前太早认输哦 Bronia姐姐又要组织 大家一起打游戏了吗 希儿 你来得正好 除了玩游戏 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出去散步 我看到班长发的风景照片 突然想到出去走走也不错 那就去海边怎么样 Bronia姐姐总坐在办公室里可不行 好 听希儿的 哎 你们要出去玩吗 该不会 还要吃海鲜烧烤 别流口水了 特斯拉博士布置的电磁学作业写完了吗 几亚呢 哎 大姨妈 你别急着一惊一乍 我听长光说 危机翻的练习题 你正确率一直惨不忍夺 还有上周布置的程序设计作业 你到现在都没有交给琥珀 啊 大姨妈 你说什么 我听不清 别演了 几亚娜 都说了这是完全没有延迟的同学 你全都听得见 啊 大姨妈 你的头影为什么这么模糊 你再说话吗 我听不清啊 我先挂了啊 我说 你什么时候交作业 作业在 不是 大姨妈再见 芽姨 Bronia 大家再见 奇亚娜 ymys 我们莫